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阳沈北新区道梦空间景区的稻田画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从高空府市 万里长城 天安门城楼 港珠澳大桥 上海东方明珠塔 中国高铁 腾飞巨龙等 中国标志性的建筑和元素一览无遗 我们可以在中秋的时候可以采甘蔗 然后可以摘葡萄 然后可以去树林里面去捡鸡蛋 还有我们来吃这个稻田蟹 沈阳北林公园推出了向日葵花海 游客们不仅可以观看到品种丰富的向日葵 还可以将赏花 观景 游园 品味中国传统园林文化融为一体 有两万多瓶 近百万株 有七个品种 大连金石滩发泄王国主题公园的外籍演员们 穿上中式服装 在鼓征伴奏下为游客表演了舞蹈 踩云追月 在公园喷泉广场举办的猜灯迷活动 更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 这次来最大的感受就是 传统文化的气息特别浓厚 对孩子的成长也特别好 很开心 在大连金浦新区明湖国际牧场 两千多亩观光牧场 风光秀美 游客们可以和梅花鹿 驼羊等动物亲密接触 感觉这里边环境挺优美的 空气也挺清新的 那个花香伴着我们特别的浪漫 本西的大石湖老边沟风景区 色彩斑斓的山光水色让游客陶醉其中 盘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上红滩看绿尾 非常舒服 空气好 今天这真好 以后我们还会常来 在千山风景区 游客除了登山 还能观潭水 听溪流 看鱼儿畅游嘻戏 避水与树木互相演应 更显千山的迷人风姿 葫芦岛丹东铁岭的各大温泉场所迎来客流高峰 俯顺极地海洋世界的北极熊 海象企鹅等海洋动物明星 也为许多家庭送去了温馨与欢乐 本台综合报道 秋天不仅风景宜人更是硕果雷雷 昨天一场全国葡萄大赛在北镇开始了 那葡萄比赛都在些什么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年的北镇葡萄大赛面向全国的葡萄种植户 共收到参赛样品100多份 涉及辽风 珍珠 玫瑰香等23个品种 来自全国的葡萄领域专家 对入围的葡萄经过外观 糖度 口感等细致入围的品鉴 评出金奖34个 优质奖66个 咱们老百姓是有口福品尝到美味的葡萄 而种植户也对自己的参赛葡萄充满了自信 我今年拿去的品种有流风 巨风 然后呢 今年我的葡萄都是按标准化去生产的 所以呢 今年我对我参加这个葡萄大赛呀 拿金奖是信心满满 孙志成是北镇第一批葡萄种植户 这几年通过科学化标准化的种植 规模也是越做越大 眼下正是葡萄采摘的时节 走进北镇的大小葡萄园 品种各异的葡萄挂满枝头 饱满圆润 十分诱人 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搬运 我们种植的葡萄呢 现在大伙都能看到了 这个果壶也特别好 然后呢 重量都在一斤半左右 糖度呢 都在十八度左右 品质特别好 然后目前全国各地的采货商 都来我们北镇采购我们的葡萄 然后今年呢 我们的葡萄 照往年卖的价格还要好 现在呢 老百姓的腰包还要鼓了 随着葡萄大赛的开展 锦州秋季文化旅游系列活动 正式拉开大幕 丰富多彩的丰收庆祝活动 也将陆续开展 好 下面把目光转向体育方面 9月14号 辽审球迷巧手已判的辽宁本钢俱乐部的新外援 NBA球星兰斯史蒂芬森 正式与辽审媒体见面了 新赛季 他将与辽宁南兰一起踏上夺冠的征程 发布会上 俱乐部总经理李宏庆介绍了新外援的签约过程 外援兰斯史蒂芬森也向大家表态 将尽自己最大努力 尽快荣物球队 帮助球队赢得新赛季的总冠军 我的目标肯定是 也是要帮助球队去得冠军 然后帮助球队去赢得比赛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 把我们队友团结起来 团结一致 然后赢得总冠军 虽然兰斯史蒂芬森到辽宁的时间还短 但他对球迷给他起的失地这个绰号非常认可 还爱吃中国的月饼 据了解 兰斯史蒂芬森身高1米96 先后效力过6支NBA球队 是一位在攻防两端都非常强悍的全能型球员 新赛季 他将身批辽兰一号球一 私职得分后卫一职 但他能否像哈神一样发挥球队的定海神针作用 将自己的快乐篮球演化成胜利篮球 给辽审球迷带来更大的惊喜呢 记者崔西红 李仲旺报道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大爷说该出手时就出手 年近七旬的老大爷带领游客解救了12名伤者 有小孩有大难夸 救命啊 救命啊 女的喊救命救命 有近百秒庙平 前几天在贵州贵阳 为女士的父亲看见小区里边有人宣传低价旅游 不仅两天一夜包吃包住 还包车费和门票 一共只需要 哎 99块 老人没多想啊 就和小区几个老伙伴一起报名出去旅游了 没想到旅游回来 却背负了一万多块钱的债务 为女士说呢 老人是直接被带到了一家酒厂去听了讲座 然后又花钱买酒 甚至还向旅游公司打了欠条 旅游公司工作人员承诺 99块钱的低价旅游 表面上呢 是去旅游的项目 其实真正目的是做卖酒的生意 建议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把我说的这段节目 截到视频啊 发给自己的父母 那去不客气 你说贪小便宜吃大亏这个事 咱们都知道 也都听说过 但是碰到自己的时候 怎么就这么想不明白呢 以后碰到这种事的时候多想一想 天上有那么容易掉馅饼吗 掉这个馅饼就算有 能那么容易砸到你吗 你怎么那么幸运 最近江苏常州的51岁李大妈 也让家人操了不少的心 李大妈在网上看到一段小视频 说用滴滴味洗头啊 可以消灭头上的跳蚤 她回忆一下 哎 母亲小时候确实也这么干过 加上自己最近头皮确实非常痒呢 李大妈决定 要不试一试吧 她把滴滴味稍微稀释了一下 就涂在头上了 然后用毛巾包裹 随后就出现了头昏 胸闷 全身出汗的症状 被家人送到医院了 经过抢救李大妈的病情已经稳定了 所以有些事啊 咱们还是别抱着这种 试试看的心理了 这个滴滴味 如果稀释不好的话 抹到头上 不但可以灭虫 也可以灭自己啊 近日呢 烟台高速交警之类的民警 在视频巡查中发现神海高速应急车道内 竟然有人在 摆摊 还摆在了交警大门的附近 小伙呢 打起遮阳伞 宣传牌 把一条刚宰杀好的驴大腿挂在路边 招揽过客 着实是惊呆了民警啊 问他原因 小伙说 我看收费站 这车辆挺大的 这不摆个摊 地点不错吗 最后 他被罚款了200元 继6分 小伙子这摆摊的思路 难道是他认为 这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吗 接下来 这位也是想法上出现了偏差 今年3月 美国爆出了涉及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 八所名校的招生丑闻 近日曾出演绝望主妇的女性霍夫曼 就为此案获刑14天 她也是本案中守名获刑的家长 霍夫曼承认 曾经花费了15000美元 修改长女的考试答案 帮助她进入南加州大学 霍夫曼必须在10月25号到监狱报到 此外 她还被罚款3万美元 为社区服务250小时 这位母亲看来是 距离距外都为孩子超新 真正做到了扎心 人系合一 好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健身减肥的网红 大多都是年轻貌美身材 在那小仙女或者是小身肉们 不过加拿大最近有一位网红 刷新了大家的印象 人家是一位73岁的老奶奶 老奶奶健身了两年多 减掉了整整27公斤 我们快来看一看 这位励志老奶奶的故事 加拿大73岁的乔安曾经重达91公斤 风雨的身材让她饱受疾病困扰 为了改善身体状况 两年前乔安在女儿的健身指导下 每周运动5天成功甩掉了大约27公斤的坠肉 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最近乔安在网上开设了专栏分享减肥的心路历程 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乔安奶奶并没有因为现在的成就就松懈 每天继续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来维持自己的体态 现在的乔安已经是个有着健美身材的超级奶奶了 乔安表示你没有办法让时间倒转 但是你可以重新为她上发条 看到自己减肥前后的对比照片 乔安说跨越难关收获的是满满的成就感 我并不完美 但我真的很努力 看看乔安奶奶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七十多岁的老奶奶都能把身材管理得这么好 你说他们年轻人还有什么理由放飞自我呢 赶紧向老奶奶学习运动起来吧 对自己要严格 对他人就要多一点善意 当伤者命悬一线乘坐120赶往医院救命的时候 却遭遇堵车 他的家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四个字心急如焚 9月13号云南镇雄县就突发了一起交通事故 多人在事故中受伤 120救护车将病人送往医院的途中遭遇了大堵车 车辆一动不动 伤者家人急得直哭 不过随后一个小伙子暖心的举动 却让家属们感动哭了 这是伤者家属在救护车台下的感人一幕 最后很感人的一幕就是说 有一个自家车就跟随我们的120车一直走 后面他看到了他挺分气地去把自家车逼平到那边 让后面那张120和我们一起 然后他又跑到前面去 最后他看到那一段通了 然后他在靠边 让这两张120进了一个里 他引导我们车辆 最后车上一名护士也下车 在车前面奔跑帮忙疏导车辆 正是因为二位的举动帮病人抢出了救援时间 目前伤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小伙这行为让人暖心 但也希望今后所有的司机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 都能够自觉地避让 毕竟每辆救护车都是在和时间在赛跑 多一分钟就给病人多一丝生的机会 同样守护着病人生命线的 还有妙手人心的医生们 9月12号在云南丽江 一位心内科医生尹浩下手术台的时候 手术医被汗进出了心形 同事们转发朋友圈后 这个心形汗字照片就火了 原来在当天尹浩大夫一连做了20台手术 而且这是他们医生的工作常态 让人感慨 医生们真的是太辛苦了 由于连续不间断地工作了14个小时 尹浩大夫的手术医的前一群后背 都被汗水染出了心形 刚脱离他们就说你这手 身上怎么轻轻 那么多汗 无意中拍到了 那大概手术医从8点半左右开始吧 做到晚上10点半左右 刚好是20台 最多的一次是 好像是你可能是24台 早上7点半的话 就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 应该早晚是过的新年 除了手术医以外 我们还有好多期间 就都是常态 但他们都确实一直都很离间 我大女儿也上岁多了 就每天都收的就是 包括怎么还不回来 包括怎么还不回来 不管做到之前嘛 反正家里的灯肯定是开着的 然后我回去以后 我老婆和我妈肯定是会去看我 没有他们这样支持的话 估计这样做不下去了 真的太忙了 尹浩大夫说 本来中秋节是休息的 但他回病房巡查时 有加班做了几台手术 尹大夫这是将自己的 诚心和爱心化作汗水 印在了自己的工作符上 为他们的辛苦点赞 对医生们来说 这样的辛苦 可能是每天工作的常态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 这是一次又一次生的机会 感恩每一位医生的付出 也希望大伙对医生 都能多一些理解 今天的赞 还得送给下面的这位大爷一个 有那么一句话叫 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前不久在甘肃连货 高速九泉段发生一起车祸 有一辆满载西挂的大挂车 突然就失控 撞向了隔离护栏 就在这时紧随其后的一辆 中巴躲闪不及 撞翻了失控的大挂车 自己也翻了车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大爷 英勇出手 带领其他路过的游客 解救了事故中的12名伤者 而这位英勇救人的老大爷 正是咱们辽宁沈阳人 这位沈阳好大爷 名叫补庆平 今年67岁 退休前在沈阳移动公司工作 是工程建设部的一名管理员 事故发生时 他正跟家人在甘肃旅游 大车先出现事故了 后边是中巴追尾 追上的 中巴里头有11个人应该是 大挂车一个人 12个人应该是 哭 喊 有小孩有大人啊 哭 救命啊 救命 女子喊救命 救命 本能吧 因为看到这种情况 肯定要得去现场打救 车祸现场 汽油柴油满地横流 一旦遇到火星 很容易引爆汽车的油箱 而12名伤者又全部被困 不能动态 一名女子被车轮压住了腿 车内还有一名几岁的孩子 被中午压得失去了意识 用翘把孩子抢救出来了 把小孩抱出来 满脸血糊了似的 反正底下有女子还要喊 救命啊 救命快救我 在不大意的感召下 又有不少好心人 陆续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可任凭大家怎么使劲 也抬不动车 没法救出被压在车下的女子 推车 他就喊推车 然后呼呼 上了一帮人 然后去推那个车 一 二 三 然后拉完之后 然后车起来 这边人把人拽出来了 人都出来了 没问题 全场的掌声 当时特别感动 我已经看傻了 没见过这事 在大伙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救出了所有被困人员 然而危险还远没有过去 因为肇事阻塞了交通 救援车辆迟迟无法到达现场 于是补大业又立即 忙着疏导过往车辆 没想到我喊一嗓子 大家都能上来 关键时候都能冲上去 不管有多大事 中国人啊 这个团结精神还是在的 交通恢复 救护车赶到后 补大业一家也离开了现场 直到当晚 甘肃媒体报道 所有伤者平安无事 补大业悬着的心 才终于放下 事后补大业英勇救人的正能量 被多家媒体报道 不大意说 他之所以会这么做 源自于良心 更源自军人本色 不管你当兵也好 现在服务员转业也好 你是个军人 就要永保军本色 当兵就是保家卫国嘛 应该做的 责无庞贷 好 下面再来看两个救人的现场 9月12号上午10点多 渔船船主王先生 向大连市龙王堂边防派出所 报警求助 一名船员在船上作业的时候 不慎受伤了 急需到岸上医治 受伤船员 耿师傅45岁 当天跟随渔船出海作业 过程中 左大腿被捕鱼网上的钢管刺穿 鲜血直流 由于事发船只 离龙王堂渔港较远 大概30多 30多海里处 他们渔船 时速太慢 急需我们联系 一艘快艇 见船员送网就医 接到船主求助后 龙王堂边防派出所 民警迅速联系到一艘快艇 赶往事发海域救援 当时船上人员 已经对耿师傅腿上的伤口 进行了包扎 由于失血过多 耿师傅脸色苍白 浑身无力 随后大伙合力 将耿师傅从渔船 转移到快艇上 到医院后 医生立即给耿师傅 进行了手术 虽然大腿受了贯穿伤 好在没有伤及要害 大连的耿师傅算是平安脱了险 丹东的一位见着工人 在中秋节当天 也是在民警的帮助下 顺利到了医院 9月13号交通早高峰期间 丹东交警阵兴二大队 接到支队指挥中心指令 一辆聊F牌照的黑色轿车 拉在一名头部重伤人员 即将驶下丹东高速口 求助交警引导至 市中心医院急救 时间就是生命 大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指派在附近直勤的 辅警杜鹏 立即驾驶警用摩托车 前往花园路迎接 7点33分 杜鹏在花园路 京东加油站路口附近 发现求助车辆驶来 立即开启警灯警报器 驾驶警用摩托车 在前方为其开道引导 锦山大街沿线 直勤警力协同配合 迅速开辟一条急救通道 在高峰期车流灭积 交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仅仅用时5分钟 便顺利将伤者 护送至市中心医院 杜鹏又帮助将伤者 送至急诊室救治 经了解伤者叫唐某 在一处工地干活时 不慎被砸伤头部 血流不止 被工地负责人驾车 送往丹东急救 唐某经急救 现已脱离危险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影迷说精彩大片不容错过 小小的愿望登陆全国院线 电影主演来到沈阳 和影迷见面 网友说身手必被捉 大雷鸣警抓获两名大盗 涉案金额达到100多万元 9月14号上午 由辽宁出版集团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主办 北方图书城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美术出版社 俯视雷锋纪念馆承办的 辽宁宋雷锋迎国庆 争作先锋少年 送读大赛选拔赛 在全省各式同步开赛 14号15号 为期两天的选拔赛 共协了全省 千一名学生报名 同学们在现场送读 你的样子 雷锋 我们需要你两本图书的选段 热情高涨 展示了当代雷锋精神面貌 据了解 经过两天的选拔后 组委会将在全省选出 30名优秀选手 参加9月下旬举办的总决赛 组委2019水扬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 第二届1905国际当代戏剧节 日前拉开帷幕 今年戏剧节将一直持续到 11月10号 共有来自5个国家和地区的 10部优秀小剧场剧目和观众见面 整个戏剧节期间将上演27场戏剧演出 水扬本地的青年创作团队 还会带来4场戏剧饰演会 青年戏剧工作坊 朗读会等周边活动也会同期举办 进入9月 地产火龙果迎来收获季节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到树子村的火龙果采摘大棚 一根根行死仙人掌的火龙果央苗 生机勃勃 三三两两的火龙果悬挂在上面 绿藤红果互相应衬 十分惹人喜爱 许多游客趁着假期驱车来到这里 体验采摘乐趣 感受丰收的喜悦 在大连一座寓意圆圆满满 河家幸福团圆的 由6666公斤普尔茶组成的东北第一茶柱 经七天七夜长途跋涉 在中秋节落户大连星海广场驿区 茶柱直径2.2米高2.4米 重6666公斤 去66河顺庆团圆之一 长假期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眼下正是早熟苹果 嘎拉 山沙等品种采摘上售旺季 在大连金埔新区的国立国营农场 果农们将采摘的嘎拉苹果 分简装箱后运往市场 由于今年苹果生长关键期 气候适宜 园区内1600多亩 20多个品种的苹果普遍大丰收 增产30%以上 眼下五国各苹果产区 普遍获得丰收 带动苹果价格大幅跳水 其中嘎拉苹果批发价格 比去年同期还要下降一成左右 辽阳有2000多年的历史 是辽宁乃至东北历史最悠久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 古城焕发出新的青春 我们国家第一台制药机械设备 在这里下线 第一块的确粮在这里支出 十多万户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跨河而立的城市愿景变为现实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特别报道 行进辽宁 我们一起走进辽阳 这里是燕州城遗址 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元645年 唐太宗曾率军与高沟立守军 在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攻城之战 燕州城也因为这次战役 而名声大噪 时过千年 经过重建整修之后 燕州城已经从一手南共的军事堡垒 变为现在的人文景区 辽阳有着丰富的文物古迹 他们代表着北方文化的智慧 招式着古城过往的繁盛 燕州城南面就是辽阳的母亲河太子河 如今太子河历史文化风光带把沿岸的古迹穿珠成串 让人们在这里跨越古今品读着古城独有的韵味 河东新城与老城区隔江相望 2009年开始建设 十年间这里已经是高楼林立 商业繁荣 辽阳城市客厅渐入佳境 河东新城的建设 拉开了辽阳新的城市格局 老国企辽阳石化则实现了华丽转身 我身后的这个装置是辽阳石化方厅线扩能改造项目 这个项目从上个月开始刚刚投产使用 投产之后 对二甲本零二甲本的产能将实现每年100万吨和14万吨 这两种产品是纤维和塑料的主要原材料 这个项目为辽阳石化控油增化和推进 从燃料型向材料型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辽阳石化是上世纪70年代国家建设的四大化纤基地之一 新中国第一家生产出的确粮原料 这家大型国有企业经历连续12年的亏损 终于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 2017年实现扭亏为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的当好共和国的种子队 辽阳石化阔步前行 去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47% 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又同比增长了20%以上 以国有企业辽阳石化和民营企业中网集团为龙头 辽阳全力打造方厅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 和铝合金精深加工产业基地 目前两大基地销售收入都已经突破500亿元 挺起了辽阳经济脊梁 这里是奥克在辽阳的技术中心 在这个罐子当中装的白色晶体呢 叫做碱水剂锯迷单体 大家千万别小看了它 把它们加入到混凝土当中 会大大的提高混凝土的质量 像咱们熟悉的高铁 港周澳大桥的工程建设 全部都有它们的参与 这项技术在十几年前 还是完全被国外所垄断 在辽阳成长起来的奥克集团 现在已经是年营收74亿元的 国内还洋以丸 衍生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 全球最大的碱水剂剧迷 和金硅切割液制造商 回想27年前 奥克还是一个靠8万元借款起步的校办工厂 那时的朱建民 是辽阳石油化工高等专科学校的化学老师 刚刚从因实验爆炸 失去右腿的伤痛中走出来 科技报国的共同追求 让他和两个同事走到一起 创建了奥克化学 科研成果能够得到更好的开发 尤其是得到更好的应用转化 这个时候就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 新的平台 这个时候成果转化 可能就从积累生产经验 生产上的这个东西 可能就从这个角度就考虑这个问题 一起搞科研 最后一起做校方工厂 又从校方工厂改制 走向那个民营企业 这个过程是一个无缝的一个过程 是大家对这个项目或者这个产业的一种兴趣 依靠科技创业 共创共享 朱建民和科研团队 围绕环阳乙丸开发了上百个衍生品 填补了多项国家技术空白 奥克集团连续12年 成为中国化工500强 和中国民营化工百强企业 我们都感觉到政府在支持企业创新 尤其是在新材料 高科技 这个方面的支持力度 找到了成长的机会 和找到了成长的未来的空间 步入新时代 奥克集团又把目标 设定为2035年 成为全球环阳乙丸 精深加工产业中的 一流强起 辽阳灯塔市的辽峰小镇 地处国家级现代农业 综合示范区核心位置 三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玉米地 如今已经拥有了 八个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园 日光温室和冷棚 种植出的南方精品水果和花卉 每年吸引大批游客采摘观光 尤其是全国独有的辽峰葡萄 辽峰葡萄的特点是 皮薄 汁甜 个儿大 当地人在吃葡萄的时候 有很多讲究的 葡萄摘下来 不要拔皮一口咬下去 你会发现 这个香脆的果皮和果肉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嘴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撕裂感 而且这么大的葡萄 它里面一个籽都没有 刚看我一口咬下去 把它一分为二了 但实际上把整个葡萄 放到嘴里面一口咬下去 它瞬间会分裂出很多瓣 嘴里面的甜味瞬间爆炸了 近年来 辽峰小镇的葡萄节 赏花节 采摘节 啤酒节等活动 叫响了农业家旅游的新招牌 而同二浦皮草小镇 则积极转型升级 依托电商平台 赚足了互联网人气 这里是同二浦海宁皮革城的电商直播中心 今年7月份这里正式运行了 走进这家店铺 其实跟我们以往 在普通的商场里面 看到店铺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您看这边 店主们现在都在用直播平台 来跟顾客们进行交流 那现在呢 我就走到了这个主播的直播间里面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一点半的时间 一共有14个人在收看直播 那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人数能够达到500到1000人 这个人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相当于有这么多人 同时走进了这家的商铺 那店主们呢 只需要一对多的 向大家来介绍自己的商品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经营模式 已经成为了这里的新常态 现在 同二浦已有2000多家商户 加入电商平台 淡季的销量逐年攀升 实现了买全国 卖全国 辽阳也已经形成特色小镇培育体系 同二浦皮扫小镇和工厂领温泉小镇 入选了国家级特色小镇 特色小镇建设 正在带动着辽阳的123产业融合发展 壮丽70年数字看发展 1949年 辽阳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8000万元 到2018年达到869.7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从1949年的29万元攀升至2018年的185.5亿元 公共预算收入由1952年的515万元 提升至2018年的89.4亿元 2018年 辽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99.2亿元 钱袋子鼓起来了 老百姓的生活也更有奔头了 2018年 辽阳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310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895元 2018年 辽阳市新僧高新技术企业39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108家 好 又到了咱们晒幸福的时间了 周末生活秀 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来看看王浩的幸福生活 幸福就是厨房有烟火 客厅有笑容 卧室有拥抱 每天早晨 为老公准备丰盛营养的早餐 老公吃得满足 我也觉得幸福 上周末 观众杨红在沈阳马拉松现场拍了不少照片 有母子组合 有开心的一家四口 还有自拍全家福的 还有组团跑马的 不管是组合 什么样 但是笑容全都是一样的 跑出健康 跑出快乐 海城观众黄桂李72岁了 退休以后不甘寂寞 自学了简易PS技术和视频制作 为枯燥无味的退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跟大家分享 诶 看看他几张学习成果 还可以啊 本西网友老爷子拍下了太子河上的白鹿 每年春天白鹿来北方繁衍后代 秋季就在太子河畔栖息了 抓小鱼小虾冲击 补充营养 提升企能 十一前后就会离开山城本西 飞往遥远的南方过冬了 每年相约都是美好的回忆 照片定格精彩瞬间 视频记录日常幸福 欢迎参与周末生活秀 您可以关注第一时间公众号 发送生活秀加图片和您想说的话 也可以发送到生活秀的邮箱 期待您的参与 那同样的生活呢 有不一样的过法 有的人啊是过成一首诗 每天悠闲惬意 静听落花流水 做看云卷云书 而有的人啊 却把生活过成了警匪片 整天是提心吊胆 东躲西藏 六号下午 大连市西港关分群的民警 抓获了两名大盗 两人在全国多地合伙 作案一百多起 涮金额达到一百多万元 马先生住在大连西港区 一个老旧小区 二号白天 他家建了贼 价值两万多元的财物被盗走 早晨走前 那个市场走 晚上回家前 那个门桌也没有异常 找东西时 发现家里被盗了 一段时间以来 大连市多个老旧居民区 发生盗窃案 这些小区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 民警调取周边道路监控发现 多个案发现场周边 都有两名男子出现 在马先生家被盗时间段 这两名男子再次出现在附近 两名嫌疑人在来的时候 手上和身上都没有任何东西 那么在离开的时候 其中一名嫌疑人身上 多了一个黑色的背包 恰恰被害人描述 丢失了一个黑色的双肩背包 那么从而我们就确定 二人应该就是 我们要寻找的这个嫌疑人 掌握两名犯罪嫌疑人的 体貌特征后 我们与全国违法犯罪嫌疑人库进行比对 通过与有前科的人员进行比对 核实出两名犯罪嫌疑人 分别为刘某和罗某 9月6日下午 我军民警在大连市赶紧之区 一上场内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犯罪嫌疑人罗某今年36岁 河南人曾有两次盗窃犯罪前科 犯罪嫌疑人罗某今年35岁 广西人曾有三次盗窃犯罪前科 两人服刑时认识 今年相继获释 合伙干起了老本行 民警了解到 除了在大连市 两人还曾流窜多地盗窃 经我们初步核实 两人流窜三省七市 作案一百余期 仅在我市 作案就有几十余期 涉案金额打百余万元 刘某和罗某涉嫌盗窃罪 现已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 大道本领再大 也翻不出警察叔叔的吴指山 奉献一句 二位还是改过自新吧 勤劳致富靠双 但伸手出去偷盗 最终坑的呢 还是自己呀 您说是不是 好 稍事休息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影迷说 精彩大片不容错过 小小的愿望登陆全国院线 电影主演来到沈阳 和影迷见面 昨天上午 首届本期水冻杯 全国少年儿童 首届征文大赛 圆满落下帷幕了 本次大赛历时两个月 最终有60篇优秀征文 分获一二三等奖 本次大赛由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组织 新少年 小学生报 文学少年 少年大世界 小学生优秀作文 五家少儿报刊 共同举办 自六月中旬开始 八月中旬结束 历时两个月 共收到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 三万余篇征文 经过多轮筛选 大赛组委会共评选出 一等奖十人 二等奖二十人 三等奖三十人 把自己的真情投入进去 我也不求得奖 但是得奖了真的很开心的 谢谢学校和老师 给我们小学生这次机会 让我们小学生 用自己的小文章 来表达对祖国妈妈的热爱之情 本次大赛围绕 谁不说很家乡好 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等主题 全方位展开 我和我的祖国童年视角讲述 征文涵盖了散文 童话 诗歌 预言等多种文学形式 充分展示了少年儿童的写作能力 实际这次征文比赛 主要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平台 展示自己记忆 思想表达 包括对社会 对生活 对自己的内心的一种 重新定位和发现 就是鼓励孩子们多于现实 多于生活发生关系 鼓励他们 今后以更好的方式 尤其是文学方式 展现我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记者孙飞张鸿民报道 现在的孩子真是了不得 口才不错 文笔不错 才艺也不错 比我们小的时候可强多了 情情说话 信守年来 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 学有所成 快乐的成长 可以说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愿望 前两天有一部 很不错的电影 在全国院线登陆了 名字就叫 小小的愿望 昨天电影主演 魏大勋假兵这对 诙谐父子当来到沈阳 与影迷们见面了 这部影片 以三个好朋友为核心故事 讲述了十八岁的少年高远 因绝症即将离世 私党徐浩和张正阳 得知噩耗后 决定帮他圆梦 随后再人开启了一场 啼笑皆非的圆梦之旅 说到笑点 不得不提到剧中的一对 诙谐父子当 魏大勋假兵扮演的 张氏父子 作为东北老乡 两位主演带着自己的作品 和影迷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就是因为我觉得贾平老师 特别松弛 然后演的也特别好 然后就是真正那种戏骨 然后我其实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 包括我们种记性的碰撞 演技的碰撞 非常的开心 擦出了很多火花 演与演技与技的碰撞 除了父子情 电影里最抓人眼球的 要属兄弟情了 在片中 两位死党徐浩和张正阳 为了高远的愿望花尽心思 闹得笑料百出 角色友谊真切 影片外 也有着属于他们之间的片场回忆 其实拍这个电影 我们几个主创 还有导演 其实我们是有着 非常深厚的一个篮球情节的 就包括我们一开始 就是什么小人物上完 其实大家都对于篮球 可能对于灌篮高手 对于篮球 都非常非常喜爱 电影小小的愿望 已在全国上映多场 每一场都让观众们笑中带泪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院 去看看他们的小小愿望吧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一集跑去公共卫生间 却发现手指箱竟然空空如也 遇到这事也是挺闹心 最近四川宜宾长宁县的一间公厕 提供的免费厕纸 持续多日大量失踪 工作人员调取监控一看 好嘛 这手指刚装上就被人耗走了 空器そ掌握了 ولكن两个人说 我们用这个回答 你们考虑新塁 惊羊 过赞 猪 接下来浏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从昨天起 以礼赞共和国智慧新生活为主题的 2019年全国科学日活动 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启动 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 在此期间 全国将有1.5万个单位 开展重点活动2.4万项 辐射公众3.2亿人次 比往年再创新高 近日连接山西大同与河北张家口的 大张高铁开始连条连事 据了解大张高铁于2015年11月开工建设 预计今年年底与京张高铁 张湖高铁同步开通 开通后从大同到张家口 有原来的两个半小时 压缩至仅需40分钟左右 作为上海浦东机场三期扩建中 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上海浦东机场旅客捷运系统 将于明天正式启用 据了解这个捷运系统全长7.8公里 列车采用无人驾驶模式 最高时速80公里 它将新建的两个卫星厅 和原有的两个航站楼衔接起来 取代机场原有的百度车 日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业国部长级 联合监督委员会第16次会议 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 会议决定到今年12月之前 各产业国将继续执行 此前达成的原油减产协议 即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公布了加利福尼亚州 盖年号游船失火事故的 出国调查结果 火灾发生时 船上六门船员均在睡觉 无人对游船巡视职守 目前关于本次游船起火的 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最终调查报告可能需要 耗时一至两年 据了解盖年号游船 当地时间9月2号 在圣克鲁苏岛附近海域 失火并沉没 34人死亡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 共同打造的 富宏之下文化惠民广场 演出系列活动 将于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哦 在沈阳奥林匹克广场进行 至此呢 这场历时五个多月 共计28场的 富宏之下惠民演出 就将在今天晚上的 沈阳奥林匹克广场 圆满收官 欢迎您到活动现场 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参与互动 还可以获得 富宏集团提供的 各种奖品 在这儿要感谢 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 我们还将用 更丰富多彩的节目样式 回报给观众朋友们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 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最后一起欣赏 陆寒的夜的尽头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行祺 我是包雷 第一时间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